彰化連續四天確診佳麟 16號又爆出營疫確診 先輔派人在確診足跡全聯湧進新興店 以及中正路第一公有市場 外圍攤商進行全面傾銷 確診的31歲男子9號早上8點多 從彰化搭火車到屏東出差 當天傍晚5點多搭火車回到彰化 隔了四天開始出現症狀 症狀就是喉嚨透 喉嚨透後來有發燒 那因為是南部來的 所以我們有一點擔心 所以提高了整個防疫的規格 因為當時男子是到屏東縣長治鄉出差 雖然距離爆出雕查病毒的 方山鄉跟方寮鄉大約40到50多公里 但是彰化縣府不敢掉以輕心 就怕把雕查變種病毒給帶回到彰化 就擔心這個病毒的傳染性會不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知道在家戶裡面 傳染的機會非常高 但是這個個案我們把規格拉高 就全部租到集中檢疫所 所以集中檢疫所都一年一檢 所以有四位會入主到集中檢疫所 所信三位家人和一位同事一採都是陰性 而男子的症狀出判比較像英國病疫病毒 目前已採檢送中央定序 而指揮中心也公布過去一周 境外移入基因定序的結果 第一案案號15155 那這位英國回來的這個二十多歲男性 那他檢出是Delta的這個病毒株 那特別一提的是說他有在六月二十號的時候 有在英國接種過一劑的莫德納疫苗 然後他沒有接種第二劑 七例Delta病毒中有兩人曾在國外接種莫德納 英國反台的二十多歲男子 確診前兩周施打了第一劑 另外還有案15283從美國返台 接種兩劑卻還是不幸染疫 但是接種疫苗後仍續十四天才會產生保護力 在完整接種兩劑疫苗之後 還是必須做好個人的防疫工作 即使已經產生抗體 但Delta病毒傳染力太強 仍有感染的風險在 七月的新聞程中將軍理財 中部週新宗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